第六十四集 三家马牌 齐聚土渣街 袁克来之前确实想过 自己可能会在老猫身上遇到点麻烦 但是却完全料想不到 秦宇竟然也能掺和进来 并且他还是跟着马老头等人一块来的 这说明啥 这说明秦宇到场应该不是站在自己这一头的 袁克心里很不解 很愤怒 因为他觉得自己虽然利用秦宇 可是毕竟也算是给了他机会 而这小的却在关键时刻站在对面了 秦宇 你这是唱的哪出 袁克最近诸实不顺 家里死人了不说 关键的供货渠道也还没有找到 所以他此刻已经没有了之前和蔼与仗义神态 有的只是不耐和冷漠 袁队 我们到一边去说行吗 有啥可说的 人我必须要带走 袁克烦躁的摆了摆手 秦宇斟酌半赏 伸手示意老猫别炸 而是轻声细语地看着袁克说道 队长 秦宇已经被整得够惨了 咱得饶人处 请饶人吧 你觉得自己有说这话的分量吗 我和老猫态度一样 只是想保麒麟没事 队长 有些牌掀开了 谁面子都不好看 袁克本来是在克制着自己的愤怒情绪 此刻再一听秦宇话里有威胁的意思 立马心态就炸了 突然抬起胳膊就抡了下去 啪的一声催响 你摆清楚自己的位置 没有我说话 你以为你真能当组长呢 秦宇在众目睽睽之下 挨了一个耳光 袁克瞪着眼珠子 我把话放这儿 今天就是老李来了 我也得把麒麟带走 不相干的都给我滚 话音落 全场寂静 秦宇摸了摸自己的脸蛋子 不以为然的一笑 回头冲老马头喊道 帮帮我朋友吧 老马头依旧穿着那件脏兮兮的军大衣 缩着个脖 双手插在袖口里 慢悠悠的回头轻喊了一声 土渣街这一块 有认识我老马的吗 数秒过后 街道开始震颤了起来 大量人影开始从笼子楼脏乱的胡同 以及街边的门面垫冲了出来 袁克抬头望向人群 伸手戳着秦宇胸口 你有撑腰的了是吗 一句话的功夫 数百名胳膊上系着白色布条的汉子 拎着胸气 汇聚在昏暗的灯光下 一个穿着皮夹克的马甲壮汉 走在最前面脆骂道 袁克 不管你和你大哥愿不愿意 今天我他妈就干你了 袁克这边的数十人 见到乌泱泱的人群冲过来 全都面色严肃 台阶下方 老马头掏出烟盒 再次轻飘飘的喊道 土炸街这片儿 想以后有药吃的 都他妈给我出来帮帮厂子 爷今天豁出去了 只要马甲能在这里站住 日后 我零利润放三个月要 话音落 狭窄的土炸街两侧 龙子楼内再次爆发出 惊雷一般的脚步声 是的 各团队 政治关系 背后的大公司都在争着利益 可住在这里的那些病号穷人 却因为他们抢利益 而没了廉价要吃 所以 此刻听到马老头的喊话 他们都自发的冲了出来 老三看到这个场面 立马后退两步 拿着对讲机喊道 在土炸街的兄弟全叫我出来 马上 快 在福原路口 袁克粗略扫了一眼 马家叫来的人 歪脖看向秦宇冷笑着 在土炸街你能保麒麟 但他能一辈子不出去吗 另外一头 黑街区世纪大盗 八个面容冷峻 身材精壮的汉子 全部肩上背着布包 双手戴着融线手套 靠近了两栋 连人影都没有的空楼 这里距离松江市中心 已经很远了 旁边还有一片坟地 以及黑衣街区 专用的垃圾排放厂 所以周围看不见人烟 嗯 就这吧 进吧 领头的汉子 扫了一眼周围的情况后 才转身 宠众人吩咐 搞准了吗 是这吧 对 老虎之前让人在这拿过药 检查一下 准备干活 五分钟后 空楼中央区域 六七个小伙 坐在椅子上正在打牌 而房内两侧的窗户 则是全被他们 故意用木板钉上 所以从外面看这里 是一点光线都没露的 就像是没人居住一样 室内烟雾缭绕 坐在靠左侧拿牌的小伙 嘴上叼着电子烟问 都被叫去吐沙街了 我们不用过去看看了 看个毛 最近事比较多 上面发话了 咱们就在这 哪都不去 另外一个青年周眉回应 这几天谁都别找借口溜出去玩啊 好好干活 知道了 呲啦啦的 就在众人交谈之际 棚顶的电灯闪了几下后 突然灭了 喝仓 灯咋灭了 是不是电机又坏了 迪二哥 你快去看看 拿着手电啊 哼当一声 突兀 房门泛起 一声闷响 紧跟着急促的脚步声 就在门口响了起来 来人了 赶紧拿东西 坐在椅子上的青年 立马起身 吼了一句 打打打 等屋内打牌的众人反应过来时 枪声已经在门口响起 飘泼大鱼一般的子弹 傻时间灌进室内树十法 一阵阵惨叫声 接连泛起 对方当场就被打死了三个人 门口处 领头偷袭的壮汉 支开手电筒 白手示意同伴 别动 可以了 别吐吐了 上面要两个有分量的 警司内 李司长端坐在办公桌内 手里把玩这茶杯 眉目紧皱 侧面沙发上 警司内负责政治的参议长 翘着二郎腿问了一句 现在做选择 是不是早了点 是我想做吗 是老猫那个傻逼 逼着我做呀 李司长叹息一声骂 哎 不过也好 原话拉拢了我很多次 我都没表态 其实也算是一种态度了 那未来一段时间 局面可能会很混乱 参议长低声提醒一句 李司长举杯喝了口茶 屠杂街那边已经碰上了 我想收也收不住了 等电话吧 大黄公内 袁华接完一个电话后 才阴着脸骂道 这个不知死的老马头 真以为他在屠杂街 有话语权了 你们全过去 不用搂着办事 老猫这么硬 是不是李司长的态度 如果是这样 情况就有些复杂了 我给他面子 他是李司 我不给他面子 他他妈啥都不是 今晚我他妈就要麒麟 有点赞